第1821章 兽人英雄 身为碎手氏族的首领和邪部落的酋长 卡加斯是近代最伟大的兽人英雄之一 没错 他的口碑在兽人圈子 其实还挺不错的 萨尔建立的新部落在荒芜之地的据点 被命名为卡加斯 以此来纪念这位传奇的兽人 以及他所代表的冲破枷锁 向往自由的精神 卡加斯曾有许多高尚的品格 不屈从命运 渴望自由 为理想付诸行动的决心 壮实断腕的果敢 但他同时也具有很多缺点 他残忍 狂暴 十分狂热且自负 在人生的后半段 他几乎抛弃了他所有的优点 放弃自我克制 追逐力量 实行各种残忍的暴力行径 享受着这当中的每一刻 不要惧怕痛苦 只要你能享受你的痛苦 就没有人能与你抗衡 卡加斯认权 他的堕落 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悲伤 尤其是塞尔酋长 无论在他生命最后日子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卡加斯曾经是位怎样的兽人 我们同样不会忘记 他的堕落给我们的教训 卡加斯原本没有士族 生来就作为食人魔的奴隶 被监禁着 食人魔们向他许诺 只要他在竞技场里杀死 一百名兽人决斗时候 就赐予他自由 卡加斯最终完成了试炼 却发现许诺的自由 只不过是个谎言 冠军最终的奖赏 是被锁在竞技场的地牢里 直到烂掉 卡加斯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 但他不愿再被锁住 为了从囚禁他的铁链中逃脱 他毁掉了自己的一只手 那些追随他的御友们 也都纷纷效法 他们将武器绑在断肢上战斗 成功推翻了食人魔的奴役 逃离食人魔的竞技场后 他们组成了碎手士族 而曾经是奴隶的卡加斯 成为了这个士族的酋长 他在自己的断手上接上了权刃 如今人们称他为卡加斯认权 他因带领着同式竞技场奴隶的兽人们 推翻了高里亚食人魔的残酷奴役 而成名 而后碎手士族得以建立 后来古尔丹以奈奥祖的名义成立部落 号召所有的兽人士族 团结在同一面部落的旗帜之下 卡加斯带领碎手士族 率先加入部落 并在暗影议会中享有一个席位 卡加斯也是暗影议会中 唯一一个不是术士的核心成员 第一次兽人战争中 卡加斯奉命坐镇地狱火堡垒 直到部落远征师败残部逃回德拉诺 第二次兽人战争中 联盟远征郡在外域建立前沿据点荣耀堡 卡加斯被任命为部落进攻荣耀堡的总指挥 他身先士族 却负伤而归 挥下部队退守地狱火堡垒 后来奈奥祖将他和他的士族作为弃子 命其阻击联盟远征卷 为其余部队转移至黑暗神殿争取时间 卡加斯领命作战 后率部临阵脱逃 去到纳格兰的加拉达尔寻求援兵卫国 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德拉诺被奈奥祖的传送门撕裂后 由深渊领主马瑟里顿带领的燃烧军团 恶魔占据了黑暗神殿 接管了外的统治权 卡加斯为了寻求力量率部向燃烧军团投诚 影下魔血的他变为肤色血红 獠牙猙獰 周深生有尖刺的邪兽人 他将自己的另一只手也砍断并装上了一柄拳斧 从此自封为部落大酋长再次坐镇地狱火堡垒 后来伊利丹来到了外域 推翻了马瑟里顿的统治 将其挥下部队一并接收 以卡加斯为首的邪部落边在伊利丹的直属部队伊利达雷挥下 其职能不变 继续镇守地狱火堡垒 伊利丹命令邪部落将马瑟里顿囚禁在堡垒下层 抽取他的血用来制造更多的邪兽人 而卡加斯自己则在堡垒顶层的破碎大厅中 捅率着他的兽人大军 陆离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邪部落酋长 所以对他奇怪的双手没有太多感慨 红色皮肤 黑色长发 以及左臂上的巨大拳刃 性格狂热 残忍 对胜负十分执着 这就是卡加斯刃权 其他俱乐部已经进入副本了 咱们领先了三个boss 而且还有状态加成 如果这样都拿不了首杀 我就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陆离在战斗之前说的 他并不是没想到 干脆别让该隐的左手去转开锁前 那样的话 其他俱乐部进入副本的时间 还要再延后一些 然而 开锁这件事本身就是 他给自家俱乐部开的金手指 既然知道 那就必须用 不用白不用 陆离没有那么矫情 但是他也清楚 这种金手指不可能一直有 所以他希望大家都努力一些 人为的 也要制造一点压力 开打之前 陆离和水精灵在 boss房间前行游走 以确保没有潮炉盗贼的存在 之前在老三前面的 路上弩车附近 陆离他们 就遇到了一个潮炉盗贼 虽然只有一个 却差点让他们团灭了 此后 大家就格外地小心翼翼 酋长卡加斯刃权被激活时 boss的楼梯下面 会马上刷新两个盗贼 陆离让除 MT外所有人站在楼梯上 一起跑进去 MT拉住boss在中间 其他人分散站位 卡加斯两个技能 一个是 召唤小怪 还有一个是刀阵旋风卡加斯 在他的房间内 到处劈 造成物理伤害 虽然只有一个直接攻击技能 但是这个技能转的时间长 伤害也高 只有分散站位 才可以很好地减少伤害 召唤的小怪里面 弓箭手是最讨厌的 他会驱散射击 可以驱散 MT导致boss去砍别人 所以弓箭手一定要马上养好 其他的小怪则可以 MT一起拉住直到boss倒下 总体来说 这个boss难度不小 团灭个几次都是应有之意 裁决之剑 即便有陆离在 也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最开始的几次 都是以团灭结束的 直到偶然的一次 莫名其妙的 就把副本给过了 这个手杀拿得确实莫名其妙 后面的几分钟 boss像得傻子似的 一次暴击都没出 被小怪驱散射击给扰乱了之后 他依旧追着MT砍 白白浪费了翻盘的大好机会 既然裁决之剑拿到了首杀 那三个花了两百万买开锁 净本的俱乐部就郁闷了 更让他们郁闷的是 他们在地狱火堡垒活动的玩家 遭到了部落玩家的大规模截杀 损失 那叫一个惨重 第1822章 板甲兄弟 并不仅仅是这三家俱乐部 其实大部分的联盟玩家 都遭遇了这种情况 其中也包括了裁决之剑 及其相关的俱乐部 这些部落玩家 是贱人就傻 只要是联盟玩家 就都是他们的目标 在极短的时间里 有数千名玩家遭到屠戮 论坛上称之为堡垒之战的开端 原本一片和谐 众志成成要肩并肩 一起战斗抵抗燃烧军团 可惜这种情怀 只是在命运阶梯 有短暂的表现 当大家的活动中心 移动到了荣耀堡和萨尔玛 冲突立刻开始出现 等到了地狱火堡垒 三副本的时候 一只无形大手点燃了战火 连蒙也不是吃素的 谁家死人了都会反击 说顾全大局的 首先就需要面对自己人的怒火 那些被杀掉的玩家 掉经验掉装备 他们的怒火 只有鲜血才能平息 咱们刷本的队伍被灭了 飘灵发来信息 快点摸装备 梦梦 马上要去打架了 陆梨说道 哇 直接打 飘灵很意外 按照他对陆梨的理解 陆梨一般会要求大家 忍一时之气 先把副本刷个几遍 弄点装备再说 要不然呢 该热血的时候就得热血 不用讲究什么顾全大局 反正副本首杀 已经拿到手了 陆梨理所当然地说道 既然陆梨都这么说了 其他人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 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些好战分子了 包括月光 肥猴子 依人类撇绕纸柔这些人 早就摩拳擦掌的 想要投入到这场混战当中了 但是我必须提醒一下 这次我怀疑是肖默那些人 你都谎 飘灵说道 因为实在太懒 所以他大概是唯一一个 对阵营大战没兴趣的人 就连残梦和小八将 在这个时候 都会兴致勃勃地上去参一脚 他们不挑事才怪呢 但是肖默不会做这种事的 陆梨说 三个副本 首杀 都不是他们的 全都是联盟这边俱乐部拿的 只要稍微撩拨一下 部落那边的玩家 都会热血上头 直接对 不过 陆梨也确实不相信 肖默会做这种事 能够做这种事的 要么是西山白那种 阴险无耻之徒 要么就是 写笔这种容易热血上头的人 或者干脆是 他们两个打配合 那你就不怕他们坐收余力 没有什么余力可以收 既然是阵营大战 就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陆梨把强化石塞进自己背包里 拿出回城石 开始读条 这一次 副本没有出传奇装备 一点都不意外 咱们都去打架 灰蓝海风月月月日式 我们去打架 没你的份 跟着八将去练击吧 梦梦也去 你们最好快点 能够升到63 不然会掉队的 其他人 想要继续开荒 下一个副本的 最好也去升级 陆梨说道 你怎么不去练击 魏蓝海风很不满 我等级高啊 陆梨至少还可以得意 一段时间 他的经验值 距离63只差一小半的经验 至少会比魏蓝海风这个 MT升得快 陆梨从外围靠近地狱火堡来 和之前来的时候不一样 这里到处都是尸体 都是尸体消失后形成的墓碑 而且战斗还在持续并且加剧 陆梨没有隐身 有两个部落玩家 似乎觉得他比较好欺负 直奔他二来 一个圣骑士 一个战士 两个板甲菜刀 欺负一个皮甲菜刀 怎么看都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除非盗贼 不要避连的临阵脱逃 陆梨要脸 所以他没有逃走 而是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赢了上去 曙光是一款追求公平的游戏 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定位 而且这里是外遇 到目前为止 在官方依旧采取限制策略的时期 能够进入外遇的 都不是菜鸟玩家 一个盗贼打两个板甲 本身就很吃力 更何况是他这样硬碰硬 但是陆梨要的 就是这种压力 如果对方只有一个人 而且是普通玩家 他都未必会出手 毕竟现在咱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就算自己不要脸 也不能让别人说 水精灵的男人不行 格挡 攻击 格挡 致盲 后退 闪避 板甲 兄弟在陆里 让人眼花缭乱的反击中 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件事 他们挑选的对手不是弱者 也不是疯子 但是这并不会让他们退缩 这里是游戏 大不了一死 这些PK狂人最不怕的 可能就是死亡了 哈哈 是条大鱼 哥们 敢抱一下名号吗 战士大笑着问道 不敢 蒙着脸的陆梨闷声回应 医手从圣骑士的腰侧划过 带走了一盆血舞 整个人都绕到了圣骑士的身后 圣骑士的脸都白了 被一个盗贼从背后玩 他铁定完不过 旋转 跳跃 狼狈地逃出陆梨的攻击范围 可惜 此时的陆梨已经打算先杀他 自然不会让他就这么跑了 他启动了装备特效 整个人如同复古之躯 跟随着圣骑士一动 最后两人的位置依旧是 是个大盗贼 点背啊 我先走了 战士大叫一声 打算直接开溜 喜欢PK的玩家 对高端玩家有比较特殊的称谓 大盗贼 大法师等等 都代表着一种被玩家公认的荣耀 能被称为大盗贼的 至少也要在这个职业排进前100 100个看似很多 但是考虑一下 目前曙光早就破亿的玩家人数 这个排名已经足以自傲了 操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兄弟 怕个毛啊 大不了一死 万一打赢了 咱们就可以拿出去吹了 圣骑士奋力地抵抗着 各种手段全部都用上 反正他是不想死 听了 战士想想也确实如此 当下一个冲锋 就朝着陆梨冲了过来 陆梨微微侧身 整个人都躲在了圣骑士的背后 这样自然就不会被战士冲锋倒 他的手上动作不停 一个又一个的高伤害 在圣骑士身上诞生 而圣骑士的攻击 大部分都被他割挡 剩余的伤害 根本就拿他没办法 这泥马还是盗贼吗 圣骑士嘴里发苦 他必须要退缩了 不然马上就要挂掉 现在唯一能期望的 就是他的战士伙伴 然而 他扭过头的时候 只看到战士一溜烟逃走的背影 哥 你放心的去吧 我将来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第1823章 假货 战士其实也没办法 他这个冲锋 原本很自信的 没想到被迫的如此轻而易举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 而他的圣骑士兄弟 除了能嘴炮一下 居然连人家五分之一的血都没打掉 他留下来 不仅就不了圣骑士 再过一会 就算想走也不可能 陆离成功地杀掉圣骑士 看了一眼 已经只剩下一个小黑点的战士 并没有去追杀 到底 大家又没什么仇怨 干嘛死盯着人家 不放 他也不是追不上 只要变身乌鸦 在天空获得更好的誓言 很快就能追杀 并杀掉这个战士 让他和他的板甲兄弟 一起团聚 六十级的暗金 该说你运气好呢 还是说你是个穷币 陆离捡起装备 一点也不嫌弃地 丢进了背包里面 之后 又遇见了几个部落 有的两个截队 有的单人行动 全都被他顺手给解决掉了 直到他遇见到了一个大部队 大约上百号人的样子 看起来兵强马壮 陆离立刻就怂了 他就算想自杀 也没必要跑上去 试得那么壮烈 不过他也没有立刻逃走 而是联络自己这边的人 让他们快速部署一个埋伏 地狱火半岛 到处都是土丘 还有一些钻的虫 钻出来的骑形怪状大坑 埋伏一些人完全没有问题 几百号裁决之剑的玩家 蹲在坑里 打算在这队部落玩家 经过的时候 一拥而上 跟着老大 就是好 吃香的喝辣的 一人泪撇 绕纸柔对陆离非常佩服 他觉得自己玩得实在太小了客 看看人家陆离 这一埋伏 就埋伏上百人 而且全都是有资格 进入外域的高端玩家 咱们最多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必须结束战斗 并且在两分钟之内 要完全撤离 不然就会被接到消息的 大量部落玩家 围堵在这里 这个地方不太容易逃跑 微云但月分析说道 正因为不易逃跑 所以才 当成了埋伏的地点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一旦被围住了 也不容易撤退 血液在血管中奔涌 这是属于男人的战场 和平年代的今天 也只有在游戏中才能体验了 他们前面有盗贼开路 包围圈后撤一点 咱们的盗贼先动手 战士们控场 法师群攻 不要掉以轻心 对面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 陆离在天空观察着 昏暗的天空中 没有人会去注意一只飞鸟 明白 有陆离这个高空没打 部落的盗贼 完美地错过了 他们应该遭遇的东西 直到后面战斗爆发 他们才惊觉遭到了埋伏 回去支援 大部分人 其实都是宁死不逃的 也有比较聪明的人 开始在阵营频道 请求附近的人过来支援 现在是阵营大战 很多人都是哪里有战斗 就往哪里凑 只要他们坚持一会会 就会有很多人跑过来支援 然后这一片区域 就会成为 人山人海的混乱战场 然而 埋伏的人数量 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 这显然是一次 很有预谋的埋伏 是什么俱乐部的人 领头的人 非常的愤怒 铁定是联盟那边 某个俱乐部社的陷阱 十一 咱们这次捉住大鱼了呀 肥猴子一边施法 一边重重地 拍了一下月光的肩膀 那嗓门 看似是压低着喊的 实际上任何人都听得见 十一 月光呆滞了一下 然后就像是被穿越了一样 怒吼道 十一你妹啊 都说了别喊我的名字 你这样 咱们干嘛还蒙着脸 这丑吗 十一 十一少 被埋伏的人 很快就反应过来 黎明之义 原来是你们 那 我 我说漏嘴了 老大 怎么办 肥猴子跑到一个法师身边 装作很惊慌 很愧疚 差点要以死谢罪的语气说道 但是他这种姿态 分明就是求安慰的节奏 那个法师是花底狸情 一贯高冷是人的花底狸情 肥猴子的本意 或许并不是嫁祸给黎明之义 他只是想恶搞一下月光和花底狸情 正好一个是战士 一个是法师 看起来水平也很厉害 完全可以被误判为十一少和孟茴十三 月光平日里是一个孤僻沉默的人 刚才为了配合肥猴子 硬生生地飙了一下 演技 满满的都是羞耻感 嗯 嗨嗨 这不是商量好的吗 让你喊十一少 咱们嫁祸给黎明之义 你是演戏太投入了吧 花底离情淡淡地说道 说话的风格和孟茴十三很不一样 让他去模仿孟茴十三那种逗逼 他实在做不到 干脆临时换了剧本 哦对 我们是嫁祸黎明之义 我差点都以为我是黎明之义的 那谁谁了 肥猴子大笑着 不敢再去招惹花底离情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部落玩家认定 他们是黎明之义的人 他们早就一边挨揍 一边破口大骂了 骂什么骂 老子做不改姓行不改名 我就是黎明之义的人 咱们分属不同阵营 埋伏你们 还有错了是吧 输不起就别出来换 回家吃奶去吧 一人泪撇绕纸柔不甘寂寞 他决定的自己加戏 这种操作 简直是致命补刀 现在就算 裁决之剑的人 承认自己是裁决之剑的 而不是黎明之义的 估计这些部落玩家都不相信 为什么嫁祸给黎明之义呢 十一少人还挺不错的 陆里表示很无辜 他其实也在考虑嫁祸的问题 裁决之剑 目前还不到与天下无敌的时候 只可惜还没等他挑出 适合的家伙对象 肥猴子就无师自通地 选中了黎明之义 他居然还选了两个 最不会演戏的 配合自己 差一点就可能穿帮 有一次 我在野外看到十一少 我本来想和他聊聊天的 大家交的朋友 可他根本不领情 看到我之后 掉头就跑 所以我和他有仇 肥猴子理直气壮地说道 你带了一群人 见到人家就掏家伙 人家怎么可能不跑 猴哥 你太无耻了 第1824章 烈美行动 老大 四分半钟 战斗结束 微云但月 时刻都在记着时间 治疗 把人都拉起来 盗贼留下来 打扫战场 其他人撤退 八将 你带路算了 还是我来吧 但月你留下来 带着他们打扫战场 东西 先集中在八将那里 回去 再分 路里快速地 分配了大家的工作 指望八将带路 还不如站在这里 等着别人包围呢 组队的时候 可以看到队友的标识 这样的话 八将还有可能 走一条直线过来 带路的话 就没有什么目标了 他最有可能的是 带着大家 进别人家的埋伏圈 闻讯赶过来的部落玩家 只能看到一片墓碑 被技能复活走的玩家 不会存在墓碑 只有回城复活的 才会有墓碑 上面刻着 某某某与某某 日死于此的 另外 还有一两句 很别致的道词 那些被杀掉的部落玩家 没有选择跑尸体 他们担心 会被继续埋伏 所以全都是回城复活 自从荣耀宝和 萨尔玛开放 玩家可以把回城石 绑定在这两个地方 死亡之后 就不用回救大陆了 仅限绑定了 回城石的玩家 否则依旧 无法救进城市复活 是黎明之义的人 一个被杀了之后 复活赶回来的部落玩家 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样的伏击 是屠杀呀 太没有人信了 大家去找找 黎明之义的人在哪 咱们报仇去 既然有人提议 那自然应何者众多 于是大家 就呼朋唤友地 去刷黎明之义了 至于裁决之间的这批人 陆离让小八将 飞在天上当眼睛 以免被别人伏击 他和盗贼们 去寻找新目标 陆离和该隐的 左手两个人一组 人数少的话 他们就直接给杀掉了 只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的时候 他们才会组织人手 进行围攻或者伏击 很快 裁决之剑的击杀总数 就有了数千人的规模 大多数都是伏击来的 陆离快来帮忙啊 我们被围住了 是星星南南发来的信息 他们并没有和裁决之剑 一起行动 人数太多 容易形成大规模对战 不如各自行动 在什么地方 给我一下坐标 陆离连忙说道 他和星星南南 并没有特别深厚的交情 但是他媳妇不出意外的话 都应该是和星星南南一起的 星星南南的 我们显然 也包括了水精灵 星星南南抱了一下坐标 然后把情况也解释了一下 他们是威宇格的 其中一个团队 人数大概百十人左右 都是平时比较喜欢 PTA的女孩子 威宇格这个俱乐部的 PTA精神 当然比不上 男性玩家为主的俱乐部 一开始 他们也没出什么问题 后来部落那边 就有人突发奇想地 号召了一个活动 美其名曰叫做烈美行动 就是盯着水精灵这伙人 把他们给围起来调戏 因为游戏自身的限制 他们当然不可能 做什么出格的举动 但是这种行动 却得到了很多玩家的相应 那边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人 而且数量还在增加 更可恨的是 还有部落那边的俱乐部 配合他们 阻拦无双城和威宇格的援兵 不然的话 以水精灵麾下比陆离还要多的人数 何必舍尽求远的找援兵 其实水姐不让我说的 我是偷偷找你的 心心喃喃补充了一句 再坚持一会 和他们周旋一下 陆离说道 他这边了解着情况 那边已经开始做出部署了 需不需要考虑一下 当然不需要 自家 媳妇都要被人给恋美了 是男人都忍不下这口气好吧 流浪 扬名天下的机会来了 集合你的人吧 陆离没有找太多的人 虽然裁决之剑和审判之矛 现在进入外域的 也有几千人了 但这其中很多都只是单纯的 PV玩家 让他们去PK 不是说指挥不动 而是无法发挥出理想的实力 杀人和打怪是不同的 在虚拟现实游戏当中 最难得的是 心理上的这一关 但月 你指挥着大家继续玩 我去救我媳妇了 陆离变身乌鸦 率先离开了这里 向着困住水精灵他们的地方飞过去 几百号人交给微云但月 陆离还是比较放心的 杀了他 他也不可能把人交给蔚蓝海峰 指挥 陆离飞到了案发现场 此时参与围攻的已经有 上千人了 他还游走了一下周围 魏宇阁和吴双城的人 确实都被拦截了下来 看那阵势和人员素质 显然不是普通杂兵 而联盟这边的俱乐部力量 却一点都没有过去支援的意思 他们正疯狂地追杀着 部落那边的散兵游泳 当然 这其中不包括血色战旗 血色赢 正在和荣耀之都的人 血拼 赏花品欲 此人喜欢玩阴谋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热血 不然 他根本坐不稳自己总指挥官的位子 血色战旗退伍兵居多 他们从来不拒硬仗 他们和宿敌荣耀之都每一次的野外 PK都是硬碰硬 据说 最近这段时间 血色战旗招收新成员的考核内容都变了 必须杀掉五名荣耀之都的玩家 才有资格加入血色战旗的PK团队 血色赢 好了 哈哈 请下达进攻命令 与四流浪人兴奋地颤抖 他和他的兄弟们等着一刻 已经等太久太久了 一直都没有机会出现在大众面前 啊 进攻 陆离还挺尬的 免为其难地下达了进攻命令 围攻水精灵的这些人 都是PK场的亡命之徒 不然他们也不敢围攻威宇阁 和无双城的主人 就算是超级俱乐部 也不敢这么得罪一个女人 鬼知道她什么时候 和自己同归于尽 既然是调戏 那自然不可能直接上去 就杀了 为而不杀 又经常放乱剑 让女孩子们回不了城 真正的进攻的手段 大概就是那些让人厌恶的怪笑了 尽管水精灵这边有百十号人 可是架不住对方十倍的力量 他们的虽然也能偶尔杀掉几个敌人 可是想要突然 却绝无可能 水精灵也在其中 他是盗贼 想走问题不大 然而 他又怎么可能丢下自己的姐妹 逃跑 第1825章 圣骑士 水精灵没有想过全身而退 但是他还是不甘心 除了刚进游戏那会 已经很久 没有人敢这么肆无忌惮地挑衅他 报复是必须的 他已经让人尽可能地收集这些人的信息 包括哪些助纣为虐的俱乐部 也在他报复的黑名单之列 千万不要小看女人的报复心 他们狠起来 连自己都害怕 带头的人 ID叫做林胡聪 出了名的心大 他正在一个论坛上灌水的时候 正好看到有人提起游戏里 怎么玩比较肆意 其中就有的说 必须要调戏最漂亮的女玩家才行 于是 话题很快就歪到了女玩家里面 谁最有魅力 不管别人怎么想 林胡聪始终认为 水精灵才是最有魅力的女神 所以他就暗戳戳地发起了这一次的 烈美行动 看到有个玩家试图去近距离接触水精灵 结果被系统判定骚扰 系统根据行为 脑波 心跳等各项因素进行判断 十拿九稳 直接灰飞烟面 连一点渣渣都没剩 吓得令胡聪连忙约束大家 最好别太过分 其实 他不过就是一个宅男 突发奇想的 要搞点事 还真没想过违法犯罪 而且形势也早就脱离了他的掌控 在有心人的推动下 显然是想要微语格的美女高层们 颜面尽失 稍微左边一点 冲锋吧 圣骑士们 陆里早就观察好了突破口 那边的人 站位非常散乱 职业也是乱七八糟 显然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 长夜将至 我从今开始守望 至死方休 我将不娶妻 不封地 不生子 我将不带宝关 不争荣宠 我将尽忠职守 生死于私 我是黑暗中的利剑 夜色阵的守卫 抵御寒冷的烈焰 破晓十分的光线 唤醒棉者的号角 守护王国的尖盾 见得守夜人 今夜如此 夜夜皆然 嘹亮的口号 像是有一种魔力一般 响彻了地狱火半岛的大地 轰隆隆的马蹄声杂乱中 形成了整气花衣的节奏 直接敲打着现场玩家的心中 他们急目远眺 正好就看到了一群 黑压压的圣骑士 骑着战马冲了过来 这是在演戏吗 有人痴笑着说道 演得还挺不错的 有大片的感觉 但是这也太中二了吧 一群圣骑士 冲过来找死吗 不屑之人占大多数 他们之中也有圣骑士 比任何人都清楚 圣骑士在当前版本 是多么的可笑 官方大概是看圣骑士不顺眼 一次又一次地削弱圣骑士 到了上一个版本 圣骑士和萨满一起垫底 号称魔王的亲戚孤久 如果发挥不超长 甚至打不过一个二流战士赛首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优势 帅算吗 或者说是 他们只需要通过任务 就可以获得的骑术 还有战马 然而很多圣骑士 自己都不愿意骑着职业战马 四处晃悠 好不好看 是另说 关键是 任何人看到你是圣骑士 都想上来欺负你一下 而且 圣骑士又不能在马上战斗 打架的时候 还是下马变成步兵 圣骑士 骑士 名不副实 简直就是官方的一场骗局 就算再多的圣骑士冲过来 又能怎样 多杀几个 就是 今天大开杀箭 让官方也知道他们 创造了一个什么垃圾职业 然而让大家惊讶的是 随着这些圣骑士的冲锋 一道又一道的光环 在圣骑士的身上降落 连人带马都笼罩在了圣光之中 光芒愈加浓重 最后甚至到了 让人感觉刺眼的地步 是谁在装扁 好刺眼啊 如果他们足够的冷静 他们就应该能够发现 另外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那就是 这些圣骑士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普通的坐骑 增加30%的速度 高级一点的 能够增加60% 而这些圣骑士 至少都有100% 准备冲刺 与似流浪人大声地喊道 他激动得两眼通红 恨不得把前方所有的敌人撕碎 他加入裁决之剑 很早了 也算是元老之一 然而因为职业和职位的缘故 他一直声名不鲜 一人泪撇绕纸柔 比他要出名100倍 夜色 木秋 天神命运 这些人 甚至都比他知名得多 而他与似流浪人 却是裁决之剑 圣骑士团的团长 是守夜人军团的副团长 一个玩家成为 NPC军团的副团长 他的军衔比起路里高了一大截 他们缺少的是一个机会 守夜人在今天必将永垂不朽 高高举起的长兵器 在街道号令之后 一排排地倒下平举 而战马的冲锋技能 也适时地开启 他们如同利剑一样 射入了部落玩家的阵型当中 有法师冷笑着 对着他们释放了冰霜猩猩 这些无知的圣骑士 希望他们不会晕车 还有猎人的冰霜陷阱 萨满的缠绕图腾 群控的招数很多 只要被控制在技能覆盖范围之下 那么这些 圣骑士对部落玩家 他们的威胁 连六十级小怪都不如 如果真的如他们所想 那么与四流浪人 和他的守夜人军团 就太可笑了 他们可笑吗 一点都不可笑 觉得他们 可笑的部落玩家 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战马丝毫不受任何阻碍 一丁点速度都不减的 冲进了人群 被战马撞到的人 直接击飞 被长兵器挑到的人 或者被同样击飞 或者直接遭到穿刺伤害 是夜色镇的守夜人军团 总算是有识货地 喊出了真相 守夜人小阵营 不算太高端 但是对玩家招收的数量 却居于各大小阵营的前列 因此 他们的作战 风格就不算什么秘密 裁决之间的守夜人军团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只是没有如此的密集 并且让人绝望 一排圣骑士冲过去 部落玩家的阵型 就已经乱了 接着是又一排 又一排 八百圣骑士冲击千多名玩家 数量上本就不算劣势 这样诡异的战斗方式 更让对面的人无从抵抗 马战的圣骑士技能并不多 战马大概就一个冲锋 和一个箭塔 圣骑士则是一个冲刺 随即产生击飞和挑飞两种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横扫 他们全都装备长兵器 这样才能让横扫技能 发挥最大的优势 收割部落玩家生命的速度并不快 因为圣骑士攻击并不出色 即便是结合了战马也一样 但是这种攻击的方式 却无比的犀利 这些乌合之众 很快就丧失了斗志 开始掉头逃逸 第1826章 联盟万岁 冲了敌阵的圣骑士们 收起长兵器 缓缓地回头 一排排的长枪凌厉 恐怖的静默 像是巨石一样 压在部落玩家的心头 更让他们丧失所有的斗志 圣骑士 冲刺 嘹亮的口号再次响起 黑压压的钢铁洪流 滚滚向前 至于为什么要静默那片刻 并不是什么心理战术 而是技能需要冷却时间 如果守夜人军团的马战技能 不需要冷却 那么他们就真的无敌了 一对对的圣骑士 在穿插冲刺 部落玩家 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 普通玩家 只有在脱离了战斗状态 才有可能召唤做骑上马逃跑 而这些圣骑士 显然训练有素 根本不给人上马的机会 所以部落玩家 都是用两条腿 和人家四条腿 在赛跑 随后 赶到的微云弹月 带着人 也参与了围杀行动 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水精灵 在很多年之后 都记得这一天的场景 在他窘迫和愤怒的时候 是陆离带着圣骑士军团 脚踏圣光 从天而降 在万众瞩目中 走到他身边 把他搂在怀里 是荣耀之都干的 这里面有他们的人 水精灵恨恨地说道 各家都有情报机构 微语格也不例外 在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立刻就对出现在这里的部落玩家 进行分析 最终得出的结论 就是和荣耀之都分不开 别以为肖默是个高傲男神 就把荣耀之都的高层 都想象得很高解 真正负责这些勾心斗角事物的 一般都是下面的人 他们正和血色营死拼呢 咱们去天拔火 陆离喊上水精灵 带着圣骑士军团 开始火速赶往断背山 断背山是地狱火半岛的一个地名 大概致敬了古代一部电影 就在这里 成千上万的玩家 在互相冲锋厮杀 一方是血色战旗的血色营 另一方则是荣耀之都的 PVP团队 从整体实力来说 荣耀之都独霸游戏圈 血色战旗根本没法比 但是如果单纯的比较野外 PK 血色战旗妥妥的有一战之力 今天他们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完全一副大决战的架势 指挥官西山白必须打起精神 才能抵挡得住 赏花品欲的进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 其中还有一个 就是荣耀之都 优先进入外域的 都是PV玩家 而血色战旗则不同 他们进入外域的大部分都是PVP玩家 PVP玩家 对副本和任务不太感兴趣 他们的游戏内容 就是炼击和PK 左侧压上去 温德利安还没来吗 西山白擦擦额头的汗水 语气不住不绝中 已经带上了交集 论指挥水平 尤其是野外战斗的指挥水平 他比赏花品欲差点 倒是温德利安清出于蓝 比他更优秀 等温德利安来了 他就打算 一切都丢给温德利安 安帅 还要再等一会 不过老大开道了 手下的人说 咦 老大上线了 怎么这么快 肖默去了江南市 说是宫市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是去找叶色的 可惜每一次去都吃闭门羹 底下的人就不说话了 荣耀之都和裁决之间的氛围不一样 肖默是权威 除了西山白这种老友 没有谁敢公开地调侃他 即便是西山白 也对肖默保持着下属对上司的尊重 裁决之间就不一样了 蔚蓝海峰这种可以随意黑陆离 残梦小八将 这类小姑娘对陆离也没什么敬畏之心 原本对陆离还算有些敬畏之心的那些人 比如肥猴子或者该隐的左手 现在也敢肆无忌惮的黑陆离 黑陆离是裁决之间成员的日常 就算是最底层的玩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话题一般都是从黑陆离展开 什么声音 西山白正在观察战场 隐隐约约的听到了轰轰隆隆的声音 而且声音有游远极近的感觉 他快步奔上身后的高丘 就看到最右侧一大片 黑压压的圣骑士 黄奔而至 死 这是什么 身后的人问道 圣骑士军团 裁决之间的圣骑士军团 西山白终于色变 声嘶力竭地高呼道 准备防御 准备防御 西南方向 大批敌人赶到 战士骑士顶到前面去 和血色战棋 打本身就没什么太大的优势 更何况 现在又加上了裁决之间 这些该死的圣骑士 不应该去解救水精灵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西山白此时还不知道 那些找水精灵麻烦的那些人 已经被圣骑士军团冲垮了 按照他的计算 水精灵等人被围困 将会是今天的重头戏 联盟那边的俱乐部 放任 部落这边的俱乐部 各种阻击 还有很多好使者 都会跟着凑热闹 就算圣骑士军团 也必须面对重重阻挠 最后还要和数千名部落 玩家大战一场 根本就不可能有余力 来这边闹事 可惜 他终究还是低估了这些圣骑士 守夜人小阵营出身的这些圣骑士 最强大的地方 不仅仅在于马战 更在于他们超乎寻常的机动能力 如果他们不想打 别人根本拦不住他们 西山白是个很老道的指挥官 紧迫之间 依旧能做出正确的策略 可惜他依旧在 低估裁决之间的圣骑士军团 圣骑士 冲刺 与四流浪人带着八百圣骑士 按照陆离的指挥 切入了荣耀之都的阵营弱点防线 在人群之中轻而易举的就 撕破了一个大口子 荣耀之都 原本稳健的阵型 立刻人仰马翻 尤其是法系和治疗职业 更是圣骑士们关注的重点 这些人对攻击力并不如何强大的 圣骑士来说就是容易啃的骨头 是敌是友 赏花品欲 大声吼问 裁决之间的圣骑士军团 切入这个战场 不仅仅是荣耀之都紧张 他们血色战旗 也是吓得不轻 如果裁决之间重点照顾血色战旗 那么他们同样也会损失惨重 联盟万岁 裁决之间的圣骑士 骑士高呼 联盟万岁 像是对上了口号一样 血色战旗的人都松了口气 赏花品欲在野外 PVP方面指挥能力非常出众 当下立刻调整阵营 来配合圣骑士军团 疯狂地绞杀着荣耀之都的玩家 第1827章 堡垒之战 西山白心里金木交加 可是他没有任何办法 这里是游戏 指挥技巧很重要 但是远远没有实力的对比更重要 血色赢家守夜人军团 总体实力大大的超越了 他们荣耀之都的PVP团队 更何况守夜人军团切入的角度和时机 都太过于恰到好处 陆离 一定是陆离 西山白神精致地念叨着这个名字 这个 让他最近一年老是做噩梦的名字 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默的语音接通 那一端是一个疲惫的声音 他看到工会频道里纷乱一片 立刻就知道可能不对劲 咱们和血色赢火拼 裁决之剑来了 西山白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 即便如此 肖默也立刻明白了 荣耀之都现在面临的处境 血色赢什么实力 他比谁都清楚 那是最近几年 他们的头号对手 至于裁决之剑这个名字 他并不知道 裁决之剑的守夜人军团有多厉害 但是他更了解陆离 深深地体会过陆离的 每一次都让他感觉到头疼的手段 裁决之剑 为什么插手 肖默抓住了重点 游戏圈算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两家超级俱乐部脱离主战场 找个偏僻地方 火拼的时候 其他人最好离远点 敢参一脚的话 就要考虑一下 被秋后算账的 可能 荣耀之都和血色赢旗 跑到断背山脚机哦 不对 是互相伤害 原本在那边活动的工会 或者俱乐部 全都撤得干干净净 唯恐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参战的打算 不管是荣耀之都 还是血色赢旗 他们都有让人吃不了兜着走的实力 按理来说 裁绝之剑也不应该参战 陆离必须考虑参战的后果 血色赢旗不会成他的情 荣耀之都时候 必将讨一个说法 别说什么阵营对立啥的 人家跑到离地狱火堡垒区域 很远的断背山 就是不想让人打扰 可惜 现在裁绝之剑参战了 毫无保留的参战了 可能是因为水精灵 烟波弄了个什么计划 大概是想给陆离添堵 惹恼了 陆离 西山百苦笑着说道 城下烟波是荣耀之都的情报头子 他觉得夜色离开肖默 陆离在里面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君辱沉死 自家老大受到这样的羞辱 他心里当然不痛快 所以就千方百计地盯着水精灵算计 这一次也算是意外之喜 鬼使神拆的就算寄到了水精灵 可惜 后面的发展就不受他们控制了 废物 肖默吐槽道 嗨嗨 他也是心里不愤 出发点还是好的 西山白干巴巴的替城下烟波解释道 我没有怪他自作主张 竟然把情报部门交给了他 只要不违背集团的利益 就随便他怎么折腾 我说他废物 是因为他做事不忠命 老师露出把柄 被人抓到 你回头和他说一下 如果再有下次 他就不用干了 肖默气冲冲地说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情况很不乐观 大家打得很辛苦 老大你还有多久能到 西山白哭丧着脸说道 那就撤吧 我过去也没什么用 肖默说道 撤的话 损失也太大了 温德利安很快就能带人过来 支援了 西山白有点傻眼 做一个资深野战指挥官 他比谁都清楚 撤退意味着什么 陆离很可能有后手 安安去了 也未必有用 当断则断 这笔账以后再和他们算 肖默果断地说道 于是 陆离就看到荣耀之都的人 开始调整阵型 他们想跑 流浪 撤出来几个小队绕后 然后他还把 荣耀之都的战略企图 和赏花品语说了一下 西山白显然 没有留意到陆离在天上 对他们的举动了若指掌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一声令下 大家赶紧跑啊 说不定还能多跑掉一些 你想把他们全都留下呀 那仇可真结大了 赏花品语 一副替陆离考虑的姿态 实际上心里可开心了 他们和荣耀之都打了半天 损失惨重 早就恨不得荣耀之都的人死光光 陆离的决定正合他的心意 当下 立刻指挥着人参与围堵 想留下荣耀之都这些人 可没那么容易 单纯只有他们血色战棋的话 几乎不可能 但是加上了裁决之剑 这些攻击方式诡异的圣骑士 一切都变得有可能了 事实上 在荣耀之都 整合撤退阵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注定了 失败 集体回程办不到 就只能边战边退 西山白 显然是打算整个团队 扯进附近的一个部落营地 试图用部落 NPC来抵挡血色战棋 和裁决之剑联军的阻拦 可惜陆离 在天上看着呢 早就布置好了一切 水精灵脱困之后 威宇阁和无双城的大军 就不再和那些阻拦的人纠缠 他们早早地就脱离了战斗 在陆离的要求之下 移动到了这一带 看到荣耀之都的动向 陆离终于走了这一步棋 三面围困 荣耀之都彻底没了逃脱之路 屠杀 自从肖默出道以来 荣耀之都已经有多年 没有过这样的遭遇了 只有最早期 他们艰苦创业的时候 原先的霸主阻挠他们崛起 各种围追堵截 才有过类似的经历 死亡就意味着 掉经验掉装备 还会影响团队的战斗士气 西山白最终只带着几十人 逃出生天 数千人惨死 大部分都死在撤退的路上 参与围剿的 血色战旗死了一千多 裁绝之剑 因为都是机动性比较强的圣骑士 所以损失不过百十人而已 大量的装备进展 让参与了这场 战斗的人乐的合不拢嘴 但是后果也很明显 此后的地狱伙伴岛上 荣耀之都和裁绝之剑的三派联盟 还有血色战旗的血色营 大打出手 多次爆发千人规模以上的大战 双方各有损伤 一直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 直到外遇开放后的 第一次要色战争到来 愤怒的荣耀之都 显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傻子都知道 荣耀之都这一次的 进攻目标是什么人 要么是血色战旗 要么是裁绝之剑 反正都是早晚的事情 顺序不同而已 至于一下子对付两家 可能性存在 但是肖默 就为知己者死 上一次要塞之战 荣耀之都的地狱火 让所有拥有要塞的俱乐部 都感觉到心头发寒 谁都害怕成为 荣耀之都的下一个目标 原本最有希望 获得肖默关注的就是 裁绝之剑 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了 大家伙都觉得这样挺好 唯恐天下不乱地 各自搬着小板凳等着看热闹 不管是裁绝之剑 还是荣耀之都 谁赢都无所谓 反正他们互相对 其他人就不用面对 这样两个强敌 陆离丝毫不后悔 惹怒荣耀之都 敢欺负他媳妇 就要有被他报复的觉悟 灰谷要塞有一块禁地 飞经俱乐部有限的几个人 特许 禁止任何人出入 这里就是裁绝之剑的 工程学秘密基地 基地里乱七八糟的 随地散落的 都是机械不见 正在施工的 是一个庞然大物 三四米高的个头 钢筋铁骨 正在逐渐地成型 左侧一排 站立着同样造型的机械怪物 足足有四台 正是裁绝之剑 赶工了一周多的魔能机甲 这种玩家制造的魔能机甲 体型堪称你你 不过拿到玩家面前 任何人也都要仰头看他 这一台还差多少 陆离问道 快了 我说你一个俱乐部 老大 整天就这么闲吗 你干点正事行不行 你就在这里 让我无法聚精会神的工作 无限星空眼皮子 抬也没有抬 聚精会神的 忙着自己手上的工作 不过他 还是回了一句 这些天 他一直都在忙活这些东西 一份可以做 十架魔能机甲的图纸 已经被他废掉了五个 裁绝之剑 损失了很多的材料 但是陆离一点都不生气 第一张图纸 就能够制作出 这么多的魔能机甲 这个成功率高的 出乎他的意料 要塞战争 马上就要开始了 难道你不期待 自己的作品 扬名立万 陆离说 没文化的话 就不要学人家说成语 无限星空不屑地吐槽道 他能发挥什么威力 和我 几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游戏公司 让他强他就强 让他弱他就弱 陆离无语 如果大家都这么想 那这个游戏 还真没啥意思了 好了 成了 这个也成功了 无限星空站起身来 用力地捶了捶后腰 下次如果再做这东西 一张图纸我 至少能给你做六台出来 我正在让人弄图纸 很快就能到手 陆离非常的开心 一台魔能机 假算上成本 市值 至少值五百万现实币 少损失一台 就等于赚五百万 这些天 他一直在让人刷墨 葛工程师 还有已经确认 能够出魔能机甲图纸的 暴虐的剃刀电锯 为了不引起 其他俱乐部的怀疑 陆离是委托了 无双城来刷这个BOSS 到时候 未必有人会把 魔能机甲图纸 和暴虐的剃刀电锯 联系在一起 可惜 刷了两次 暴虐的剃刀电锯 一张魔能机甲图纸 都没出 即便是残梦小红手出马 也没用 由此可见 官方对这份图纸的掉落 设置的有多地 这种设置有利有弊 陆离可不希望 要塞战争的时候 大家人守一台魔能机甲 这玩意 就是一堆金币堆积成的 无限星空感慨说道 以他的财力 就算得到了图纸 也拿不出 做十台魔能机甲的材料 他很可能 还是会找大型俱乐部合作 还好成功的比较多 陆离也是心有余悸 拿出这些材料 裁决之剑 立刻一夜回到解放前 使用的话 很简单 人坐在驾驶舱里面 往能量草里放强化石 激活之后 就可以战斗了 只要损坏率不超过70% 就可以使用材料进行修复 一旦超过70% 那机子就算彻底 报废了 无限星空补充说道 战斗之前需要练习 最好是找现实中 有驾驶机甲经验的 退伍军人来开 我明白 我这就安排 陆离说道 那咱们聊聊报酬的事情吧 五台机甲 你最起码一台 得给我五十万块吧 无限星空略微恼目地说道 他当时答应陆离 免费帮忙 事后才开始慢慢地 觉悟到自己被坑了 咱们可是有协议的 陆离无赖地回到 这边嘴上和无限星空扯皮 那边发信息 问自家参与了 制作魔能机甲的工程师 你们全程参与 如果没有无限星空 给你们一张图纸 你们能把魔能机甲 给我做出来 不 无限星空太不受控制了 所以陆离要求他的助手 必须是自己家工程师 能做是能做 我们的等级都也差不多了 但是能做几台就不好说了 无限星空也不笨 真正核心的技术 他铁定有私藏 工程师由衷地说道 他确实很厉害 现实里一定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技术大师 那咱也招一个现实中 了解工程机械的人呢 也不是不行 但是现实中这样的人 大多不玩游戏 对游戏没有什么了解的话 也没用 必须现实中擅长 对游戏又有极深理解才行 工程师实话实说 显然是被无限星空征服了 不然的话 不会这么替无限星空说话 假如没有无限星空 那么他就是裁决之鉴的 第一工程学大师 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 想给别人当小弟 那你觉得他属于哪种人 陆黎问 属于现实人 工程师知道陆黎问这句话的意图 回到 他不是那种凭着热血和情怀 就会白干活的人 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绑定 现实里估计经历的多 岁数也不算小了 不过他倒也不是坏人 工作什么都挺敬业的 也挺会为人处事 好 五十万 一台 回头就给你转账 陆黎直截了当地说道 无限星空吓了一跳 原本组织好的语言 就吐不出来了 他本以为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他的心理底线是 二十万一台 如果能三十万 那就再好不过了 晚上吃饭 可以加一个肉菜 但是以他对陆黎的了解 主要是通过传言 包括裁决之间 内部流传的一些传言 陆黎是一个 艳果拔毛的吝啬鬼 一个童子 都恨不得搬成两半话 平日子 连十几岁的小女孩都剥削 主要是小八将 和残梦生泪俱下的吐槽 所以他对三十万没抱什么希望 第1829章 老公被小三勾走了 没想到陆黎 直接就答应下来了 而且答应的 还是他最先狮子大开口提的五十万 这个结果 是他始料不及的 一时半会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其实 比起他在陆黎记忆中的身价 五十万真心不算什么 他给荣耀之都做这玩意儿 一台一百万 不管最后做出来几台 他都要分走一台 那才叫真正的高价 可惜他碰到了重生的陆黎 即便是想要拉拢什么人 也都黑心的不要不要的 远远没有荣耀之都 肖默男神那样出手阔绰 星空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有我吃一口饭吃 就不会让你饿着 陆黎按住无限星空的肩膀 一脸的深情 看到无限星空 支起鸡皮疙瘩的同时 又莫名的感动 多好的人哪 这种级别的吝啬鬼好不讨价的 给自己这样的待遇 还有啥好纠结的 是未知己者死 很快 荣耀之都即将进攻 裁绝之剑三派联盟 要塞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游戏 人人都知道 裁绝之剑 要面临荣耀之都的权力进攻 其他人最好不要插手 不然就是下一个裁绝之剑 简单粗暴 却又霸气的让人无法质疑 想要帮裁绝之剑 可以 你帮得了裁绝之剑 就是不知道裁绝之剑 将来有没有能力帮助你 至少原本还想继续和裁绝之剑战 统一战线的赏花 品欲打了退堂鼓 他们在上一次的要塞之战 联络了很多盟友 没有经历的人根本就体会不到 鬼知道荣耀之都手里 还有多少地狱火 赏花品欲 再也不想看到这些地狱火 如果荣耀之都去打裁绝之剑 和他们同盟的那几个要塞 对血色战旗也没有什么损害 毕竟一旦荣耀之都占据的要塞多了 防守都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自然没有精力再去打血色战旗 这一期没有新要塞 那么老要塞的争夺 就成了主旋律 裁绝之剑 及其同盟共有六座要塞 裁绝之剑 自己两个 生活职业联盟 一个 威宇阁 两个 无双城两个 荣耀之都 则亲自拥有四座要塞 当之无愧的霸主 他的下属俱乐部狂风军团 也一直占据着凄凉之地 要塞 最关键的是 人家还有余力打这个打那个 而裁绝之剑 则双手抱头地念叨着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都看不见我 五台魔能机甲 陆离分给了生活职业联盟 一台 分给了威宇阁两台 自家留了两台 这两台 当然不可能全部都用了 大家都是 只有在最后关头会拿出来 按照陆离的计划 集中顶尖力量 防守一个要塞 任谁来了 也很难把他的要塞攻破 另外一个 则安排一台魔能机甲备用 他非常确信 荣耀之都的地狱火 应该不多了 地狱火只相当于准boss 而且属于那种丢出去 就自由战斗 根本不听从指挥的 无指挥单位 比魔能机甲差得太远了 裁绝之剑的魔能机甲 可以人为地控制着 使用技能去战斗 巅峰对决即将开始 就连陆离都很期待 他准备的这份大礼 能收到什么样的奇效 相信肖默看到 魔能机甲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 一定非常精彩 然而 这世上的变数实在太多了 拍地的结果法 让陆离脸上的表情 一样精彩 他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肖默 根本没有理会他 为什么不理我 裁绝之剑 和他的盟友们 一共六个要塞 迎接了各方势力的寄予 偏偏没有荣耀之都 他们的目标竟然是 血色战旗 赏花品 欲本以为 荣耀之都的目标是 裁绝之剑 并且还亲自发信息 向陆离表达了 爱莫能助的探婉之词 他很猛逼地发现 自家要塞塔纳利斯 遭到了荣耀之都的攻打 这是他们最后一根毒苗啊 原本的希尔斯布莱德丘 已经被抢走了 他们眼泪还没擦干呢 就再一次遭遇了 荣耀之都的主力 按照赏花品欲的计划 趁着荣耀之都打陆离的单 他可以和战篮守护 一决刺雄 争取把战篮守护 上周占领的 塔纳利斯第二要塞 给拿下来 正好凑成塔纳利斯的完整地图 可惜 不管是他们占据的 塔纳利斯第一要塞 还是战篮守护 占据的塔纳利斯第二要塞 都成了荣耀之都的目标 都别动用魔能机甲 留着 我就不信肖默能忍一辈子 陆离发出指令 他就像是一个老公 跟着小三跑了的怨妇 咬牙切齿的劲儿 让周围的人 都能感受到阵阵的寒意 动用所有的力量 对木尔格工程师 和暴虐的剃刀电锯进行包场 绝对不允许其他人 得到魔能机甲 看来之前荣耀之都放出来 要打自家要塞的消息 纯粹就是为了麻痹 血色战旗放的烟雾弹 等到血色战旗 以为高枕无忧的时候 其实已经晚了 从要塞拍地结果出来 到进入要塞战斗 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没办法找外援 外援加入俱乐部 必须满24小时 才能为了俱乐部征战要塞 今后要塞战争 在这方面的要求 还会更加苛刻 首先是防守的一方 只有在要塞之战开始 之后才知道 今天是谁打自己 逼得他们必须全力防守 然后就是 外援必须加入俱乐部 满一周的时间才能参战 到时候 防守一方的压力更大 这也是 为什么陆离 一直不去抢更多要塞的原因 以他们目前的实力 就算抢到了也守不住 但是抢回来卖也不错呀 早知道荣耀之都 不来抢他的馒头 他就去 抢别人家的去了 比起血色战旗面临的 陆离的这点郁闷 真的不算什么 当十多个地狱火 降临在塔纳利斯要塞的城墙上 血色战旗的苦战 由此开始 据 那天在场的人说 地狱火降临的方式 灰尝的拉轰 一块绿色的石头 从高空降落 砸在城墙上乱石纷飞 城墙的耐久 直接就被砸掉了一大截 而落下来的 地狱火巨人 第1830章 陆离的怨念 上有地狱火肆虐 下有战车轰鸣 血色战旗 虽然奋力地挣扎 但是最终 还是丢掉了药散 惨 陆离擦擦眼睛 心里痛快极了 他觉得自己非常厚等 至少没有找赏花品 预开语音聊天 用饭剑的语气安慰他 在不久的之前 自己就是被这么安慰的 战篮守护也输了 整个塔纳利斯 都是荣耀之都的 只动用了七台地狱火 是 真心若鸡 你觉得咱们的魔能机甲 打得过多少个地狱火 陆离对此一点都不意外 他只是好奇 地狱火遇到了魔能机甲 会怎么样 咱们 只是简单地演练一下 能发挥的最大威力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单算进攻能力的话 咱们一台魔能机甲 至少抵得上十个地狱火 而魔能机甲最擅长的 其实 防守 以今天进攻 血色战旗的这种力度算 咱们守得住 唉 真心遗憾啊 我的魔能机甲 怎么就不打我们呢 如果真的想打 咱们 就不会这么高调 既然如此高调 不打咱们 也就正常了 威云淡月想了一下之后说道 他并不觉得荣耀之都 没打自家要塞 有什么不好 他没有陆离那种不打我 我就不舒服地 犯见心理 你说 他们下次会打咱们吗 换作我的话 我就不会 荣耀之都的要塞 实在太多了 亲自占据的 就有六个 防守都是问题 恐怕没有余力 打咱们 威云淡月 实话实说 陆离咬牙切齿 最后吐了一句脏话 这就好比是请客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准备了一桌子好菜 本以为会被客人 变着花样的 花厨一好 偏偏客人突然就说不来了 这泥马 比把桌子腿都啃掉 还让他难受 他不打咱们 咱们可以打他吗 威云淡月不明白 陆离在气什么 你不懂 陆离摆摆手 扎扎嘴说道 你有没有那种经历 你得到了一块肉 很香很好吃 你正吃得欢 却突然发现 有时 威云淡月睁大了眼 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陆离突然觉得自己 举的这个例子不好 弄得 好像自己吃过似的 没上过学 就是这样 举例子 也不是多恰当 老大 我没有这样的经历 威云淡月 用同情的眼神 看着他家老大 如果裁决之剑打尽 咱们的要塞 马上就要赢了 然后咱们的魔能机甲 突然杀出 杀得他们屁滚尿流 陆离搓搓手 一脸神网地说道 让他们嗅到胜利的味道 然后再让他们绝望 那种滋味啊 嗯 就是屎屎的味道 我懂得 威云淡月抓抓头 表示理解 陆离顿时就泄了气 他的魔能机甲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一场很有可能 载入实测的战斗 就这么没了 也不知道傻逼命运 在想些什么 除了血色战旗 和战篮守护的 要色改行销 其他要塞 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动 裁决之剑 占据灰谷 黑海岸 生活职业联盟 占据灰谷的 另一座要塞 魏宇阁 占据西部荒野 两座要塞 无双城 死守石爪山脉 平吉之地 荆棘谷 塔纳利斯两座要塞 希尔斯布莱德丘陵 两座要塞 全都是荣耀之都的 狂蜂军团 则占据着七粮之地 千针石灵 是黎明之役的地盘 安哥洛环形山 是第七天堂的 新特兰 是紫月洞天 最后一个阿拉西高地 是星辰俱乐部占领着 总体来说 排名近前时的俱乐部 都有要塞 血色战旗和战篮守护 原本也有的 只是这一次要塞战争 被荣耀之都给抢走了 两家俱乐部的人 再怎么哭得肝肠寸断 也没办法 出地狱火沉船 一记探查 到了 在荆棘谷那片海域 具体的位置不清楚 荣耀之都守得很严 靠近那一片海域 格杀勿论 微云弹月 继续提供最新情报 呵呵 乱七八糟的 荆棘谷又没有 燃烧军团 出地狱火图 只算什么事 这是游戏公司 再给肖默开挂 陆离愤愤地说道 但是不管如何 荣耀之都有地狱火 都成了事实 不过陆离也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 荣耀之都的地狱火不多了 他们已经无法进行 最开始那种强度的战斗 打战篮守护的时候 才放出来七个 或者他们如果地狱火很多的话 完全可以 再多打两个要塞 陆离美滋滋地想 下次要塞战争 希望荣耀之都给力点 最好能逼得他 拿出魔能机甲 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机甲梦 要塞战争结束之后 堡垒之战也渐渐地消停了 至少大型 俱乐部不会再这样 毫无节制地打下去 大家都需要练剂弄装备 以迎接下一次的大战 即便如此 地狱火堡垒 也照样打得如火如荼 外域PK最激烈的地方 大概也就是这里了 复杂的地形 贫瘠的土地 还有刚刚进入外域的新仙境 总之谁都会有事没事 过来打打架 而裁决之间的守夜人军团 也成了堡垒 只占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些处于职业实物链 最低端的圣骑士 第一次让其他玩家 发自内心的畏惧和佩服 从这以后 新进入游戏的玩家 很多都会选择 圣骑士职业 不求拥有像守夜人军团 那样的实力 只要和他们一样 帅就可以了 此外就是涌现了很多 以圣骑士为主的工会 比如圣光照耀 圣光忽悠着你 圣光兄弟会等等 陆离按着一堆魔能机 假心仰难耐 可是再怎么难耐 他也得老老实实地练几 等级榜上 早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就连洛英回忆 蔚蓝海风 都已经升到了63级 这个等级的人 一抓一大把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 冲击64级 再怎么玩 也都是这几天的事情 让陆离学着 别人那样老老实实地 刷怪练几 他觉得 会侮辱他众生者的身份 把地狱火堡垒 三本的新CD刷完之后 陆离就出发 前往下一个地图 暂加沼泽 之前还是干旱平级 寸草不生的地狱火半岛 立马跳跃到了沼泽地区 德拉诺这爆炸炸的 也很有水平 然而正是这种地貌的差异 两个地图交接的地方 就不那么好逾越了